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山高的女人都是怎样发脾气的 人是有脾气的 这个命题在生活中十分常见 然而我们对愤怒的态度 却习惯只有两个 压抑和发泄 好像我们不太会使用别的策略应对愤怒 其中压抑第一 发泄随后 每个人在发火前都尝试过了忍一忍 极少有人喜欢主动 积极 热爱 即兴发火 人们在发火前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了 只不过当他们的愤怒超出了当时的忍耐力的时候 他们忍不住了才开始发火 无论脾气好或脾气差的人 能忍的人或不能忍的人 即使这个发火规律 那么 看看那些情商高的人 他们不会任由自己随意发泄或压抑怒气 而是当自己忍不住发火后 不急着责怪自己怎么又发火了 反倒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内心深处心疼自己 刚才忍得好辛苦 根据半杯水效应 多欣赏自己已经忍了的部分 少责怪自己还没忍的部分 给自己多一些正向的反馈 你下次就可以忍得多一点了 然后可以去思考 我为什么愤怒 除了发泄和压抑 我们对于愤怒有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那就是思考它 当你开始思考愤怒 你就在使用愤怒了 愤怒会变成关系更亲密的工具 会成为你了解自己的渠道 会帮助你自我成长 这就是愤怒的意义 它除了有破坏意义 更具有亲密意义 成长意义 那么怎样思考呢 第一识别 我的愤怒是怎么来的 第二决定 我此刻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什么 愤怒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 也不是事件对应情绪的简单模式 当你对别人愤怒的时候 你的愤怒至少有三个来源 事件刺激 近期情绪 早年创伤 这三个来源同时存在 深度不同 依次抵加 把愤怒归因为某单一因素 都是不合适的 当你去觉察自己 在这三个层面上 分别有什么原因 导致自己的愤怒 你就会有相应程度的成长 和和谐 一 事件刺激 愤怒是一种保护 我们会愤怒 首先是因为我们受伤了 当一个人对你的伤害 攻击 忽视 否定 侵犯 索取 超出了你的承受力的时候 你就需要调动你的愤怒 来保护自己 愤怒可以让你更有力量 你在愤怒的那一刻 你可以放下对面子的顾忌 对他人的担心 对未来的焦虑 对其他事情的牵挂 你可以集中注意力 处理此刻的事情 愤怒让你的力量集中了 所以你就更有力量 愤怒是对自己的保护 你感受到别人带来了伤害 你还不能保护自己吗 当你愤怒的时候 不要急着责怪 自己怎么可以愤怒 你要先看看 自己受到了什么伤害 自己受到什么委屈了 在这个层面上 你就可以建设性的 为自己做点事情了 对于愤怒 你可以去表达自己的受伤 而不仅仅是讲道理或愤怒 这样对方就有更多的经历 和意愿 去照顾你的状况 而不是忙着反击你的攻击了 很多时候 他们跟你对抗 不是因为他们糟糕 或脾气差 而是他们感受到了 来自于你的攻击 无法承受 而不得不对抗 当你解除这个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会因为 对你的爱而有力量 愤怒是对受伤的防御 当你在愤怒的时候 能够表达受伤 你也真正开始了你的真诚 二 近期情绪 我们对一个人生气 有一个原因 是我们自身的承受力低了 同样是孩子顽皮 有时候你看着他十分顽皮 你依然一笑了之 开心地替他收拾残局 有时候 你则连他三分顽皮都受不了 开始大怒 有时候 你能承受他到半夜还不睡觉 要你讲故事 有时候 你则在他刚躺下 却不立马睡着的时候 就开始生气 有时候 你会自愿加班 到晚上三两点 有时候 加班一小时 你就开始抱怨 有时候 另一半不上进 你默默习惯 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有时候 看着他懵懵的 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你看着就来气 你会发现 同样 面对同样一个人 在同样一件事上 你在不同时候的反应 是不同的 为什么这样呢 不同时候 承受力不同 人有一个情绪容器 用来容纳自己的情绪 愤怒 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 只不过量少的时候 我们意识不到 如果你愿意静下来 什么都不干 聆听下你自己的心 你能感受到 自己内心 其实有种无明火 有种烦躁 破坏欲 然后你忙起来的时候 你又意识不到了 当你的容器叫空的时候 你就能承受 别人较多的侵扰 当你的容器叫满的时候 你就容易分分钟被点爆 装满你容器的 就是近期情绪 你的近期情绪 可能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 其他压力 你可能最近面临着一些 压力大的事件 这些事情会让你感觉 挫败 焦虑 绝望 事情也许过去了 也许没过去 但是带给你的情绪 是在那儿的 你的情绪容器 会被近期 这些持续的负面情绪装满 你就没有多余的容量 面对当下的人了 所以人在挫败的时候 格外容易对伴侣 孩子发脾气 第二 对这个人的其他不满 你对这个人 可能压抑了一些 没有表达的不满 或者是你不对他之前 某些事失望了 或者你对他某些东西 已经看不惯了 你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对他表达过 只能压着 在这个层面上的建设性 解决方案就是 觉察 此刻你的情绪容器 是空的还是满的 表达 尝试去跟对方沟通 一致性表达自己怎么了 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 我对你发火 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 而是我看到 隔壁老王买了个新车 特别嫉妒 觉得自己没用 心里很窝火 就顺便发给你了 你可以直接跟伴侣说 我看到朋友圈里的 阿花和阿华 又去欧洲游了 我也很想去 可是咱家却没钱 我觉得很沮丧 心里难受 就嫌弃到你身上了 当你这么表达完后 你的孩子 伴侣 就会对你的理解 多了很多 他们不必沉浸在 被你攻击的反抗里 他们就有了 多余的力量来安慰你 即使他们告诉你 那你自己的情绪 不要撒到我们身上啊 你也可以决定 一致性地 继续撒在他们身上 对啊 我就是要往你身上撒呀 找个理由合理化地撒 发翻旧账 就找到很多发泄愤怒的理由了 不发泄了 忍忍吧 自己的情绪 自己处理 其实当你真诚表达自己的状态 你就先迈出了真诚的一步 他们在收到你的真诚后 通常也会反馈你真诚 你在这个层面上跟他们连接 你们的关系就会更亲近一步 你们的心也更近了 三 早年创伤 如果这个事情长得跟你早年某些经历不像 你是不会有反应的 你心里有钩子才会被勾到 愤怒就是你内心里的钩子被勾到了 我们把这个部分叫做扳机点 别人只要一扳 你就开始开火了 愤怒的意义就是帮助你发现你的扳机点在哪 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扳机点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内心平和 内心平和不是忍让 而是看到并处理自己的扳机点 怎样觉察自己的扳机点呢 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是他此刻做的事情让我体验到了什么 二是我为什么会排斥这种感觉 在伴侣关系和亲子关系中 最常见的愤怒点就是控制欲 一个人总是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事 或成为什么人 当另外一个人不与配合的时候 控制的人就会暴怒 你要知道 并不是每个人被误解的时候都会生气的 每次愤怒都是一个机会 它活现了你的早年 让你再一次体验到被同样对待 你早年没有能力愤怒的 你今天终于可以借机愤怒了 你早年已经承受很多了 今天不想再承受了 直到你愿意正视你的扳机点 你才可能修通它 不然你每被戳一次 你就会火一次 即使对面这个人改正了 不戳你了 你的余生还是会有无数人来戳你 思考它就是从这三个层面思考 你要相信上帝创造愤怒 绝对不是让你玩消除的 愤怒只是一个信号 它在提醒你 关系在更亲近的路上 遇到了一点阻碍 使用愤怒 关系就会更亲近 排斥愤怒 关系就会更疏远 愿你通过思考愤怒 让内心更平和 而不是压抑愤怒 让内心更憋屈 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都是这样 认定了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把它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 总是忍不住对他好 哪怕自己吃点亏 受点委屈 也没关系 对方遇到了烦恼 你会放下所有事去安慰 对方有什么难处 你就马上亲囊相助 你做的这一切都不图回报 只要他过得好就够了 别的都不重要 可是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不懂你的人 你对他越好 他越觉得你是欠他的 从不会体谅你的难处 感激你的付出 你的好 你的善良 在他眼里特别廉价 会把你当成老好人 一次次地向你索取 但是 如果你有什么事 需要他帮忙 他会想都不想地拒绝 哪怕对他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他不知道 你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 只是因为重视他 才忽视了自己的委屈 因为把他当朋友 所以才不去在意 自己吃的那点小亏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就算你再善良 也要时刻提防着那些自私的人 你对他多好 他也不会把你当朋友 而是当成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拿来利用的工具 你对人付出本来没有错 只是不该随意挥霍你的好 真情可以不计回报 但换来的 也必须是同等的真心 不要等到最后 用了琴 却含了心 一件事 你期望的太高 就容易失望 一个人 你为他付出的太多 就容易心凉 不要给任何人留下 善良无私的印象 时间长了 他们就会对你做的所有事 习以为常 甚至会忘记说一句谢谢 更别提去理解你 与其在人群中委屈求全 不如一个人独守安静 与其为了别人的背叛而痛彻心扉 不如稍微自私一点 先学会让自己快乐 曾经我傻到谁说什么我就相信 丝毫不会怀疑真假 谁说在乎我 我就感动得不行 然后拼命对人家好 殊不知别人只是随口一说 只有我自己当了真 现在我终于明白 人活着就要图一个开心自在 别纠缠于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感情 珍惜你的人就多对他好一点 虚情假意的人就赶紧离他远一点 太能对别人的禁欲感同身受 不是一件好事 你每次都能去体谅别人 谁又真正的体谅过你呢 真心对你好的 不求回报 假装讨好你的 不愿付出 要看清一个人很简单 别再傻傻任人算计 如果有人总是在你们吵架 冷战之后 最先低头 不要觉得他真的就是错了 而是他更珍惜你 不愿让你不开心 如果有人总是无条件的帮你 为你着想 不要觉得他天生就该如此 只是他太在意你 所以心甘情愿付出 这简单的道理 却并不是人人都懂 习惯了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就忘记了对方 也同样需要你的真心相待 人和人相处 靠的是一份真诚 谁也没有那个责任 永远对你那么好 包括你的父母 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理所应当 现在的我明白了 只对值得的人关心 只对懂我的人付出 请不要说我变了 我只是学会了 别人怎样对我 我就怎样去对待别人 我们常说 真心换真心 对别人好 在乎别人 是为了希望别人 也能以此相待 但是 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平衡线 一旦超过了这个线 那么好事 也可能会变坏事 比如好吃的食物 控制不住吃太多 带来的 也许是肚子胀痛 比如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却做了过量的运动 带来的也许是体能出问题 再比如 因为喜欢而对一个人太好 带来的也许是别人的不领情 我们爱上了一个人 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在乎他 想要对他好 陷入感情中的我们 可以为了对方学做饭 哪怕自己根本一点都不会 我们可以为了对方 照顾他的起居生活 哪怕 自己以前根本不会收拾自己的房间 我们可以为了对方 提前好一段时间准备节日惊喜 哪怕自己以前根本不在意这些节日 我对他好 他也对我好 这就是相爱的证明 最好的结果 自然是两个人一起为对方付出 但是 如果一个人太过无条件地对一个人好 这种不平衡的感情 往往走不了很远 什么叫对一个人太好呢 也就是 他有什么事情找你帮忙 不管应不应该 你都答应 他问你要什么东西 不管喜不喜欢 你都会给 他犯了错 不管多伤心 你最后都会原谅 他给你带来了伤害 不管严不严重 你还是咬咬牙地接受了 这就是你对他太好了 以至于在你的心里 他比你自己还重要 甚至于为了他 你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无所谓了 可是 你还不明白吗 有些人 就是因为习惯了得到 所以 才会视宠而骄 忘记感恩 因为 习惯了你的坚强 所以 也习惯忽略 对你应有的关心 因为 习惯了你的大度 所以 也就更加过分地 不知收敛 有时候 其实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 你对别人太好 却不知 你越对别人好 时间久了 你在他眼里 就越没价值 他也更不懂珍惜 你对他 越是有求必应 他便更是有志无恐 爱是没有错的 怕就怕 你不会爱 你爱的人 也不懂得爱的可贵 你那些 纯到不计代价 不顾回报的好 看似很伟大 但感动的 往往只有你自己 收获的 往往只有梦一场 一段好的感情 应该是两情相悦的 少了哪一方 都不行 两个人相恋 相爱 相守 要走一千步 即便你愿意为了对方 走999步 但如果他一步 都不愿意踏出 你迟早 也会坚持不下去的 一段好的感情 带给你的 应该是 甜如蜜糖的感动 而不是 色如咖啡的心泪 要走的人 留不住 装睡的人 叫不醒 不喜欢你的人 感动不了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太过卑微的 对一个人太好 换来的 那不是真正的爱 只是那个人 对你的怀怜 同情和愧疚 要是那个人心狠 可能连同情 愧疚都不会给你 到最后 你有的 只是伤心的自己 想要好好的 守一段感情 就找一个 愿意对你好 你也愿意 对他好的人 彼此都想要 为对方付出 眼里都有 对方的影子 而不是一个人 演自我感动的 独角戏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文章 欢迎参与讨论 和点击右下方 订阅按钮 愿听书阁 陪伴您 度过每一个夜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